路口近期期画面看到一辆直行的重型机车来到路口 一辆银色自小客车要右转重机 因此失控车头一偏往右边的机车带转区直接撞上去 这一撞让这几名带转区的骑士就像是打保龄球一样 一个个接连被撞倒在地 这起车祸就发生在1月25号上午 台南市这一条中华路与大桥一街的交叉口 而当下几名骑士都只是轻伤没有送医 虽然都只是轻伤但大家真的都吓坏了 目前车祸的肇事确切原因 警方还在调查理清 也呼吁民众年假期间开车骑车出门要特别小心 以免发生车祸意外坏了过年的好心情 华氏新闻谢玉琳 蔡凤俊台南报道 我是陈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掌握天下事吗 赶紧按下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氏新闻